現在時間是晚上的五點五時 我們剛剛做完功課 這不是他跟大使的銅肉燒冰 我覺得這好像過期的 這有開過嗎 有這好像壞掉了 這不要遲什麼 我們要找機會丟掉 這不是他跟大使的 這放太久了 一直放 至少放了一年 然後又開過 頭水跑進去 有銅肉燒冰 然後他這邊還有 這邊有 綠豆牛奶冰 跟土豆奶奶冰 你看哪一個 還有愛玉冰 這個 綠豆的嗎 洗過手了沒 還呢 好你放桌上 你去洗手 我幫你拿個盤子 然後 童童想要 童童吃冰棒 然後我在他吃冰棒的時候 我幫他削個鉛筆 跟我要親一個刮鬍刀 燈也要關喔 綠豆奶冰棒 對阿 慢慢吃 我拿一張紙 我拿一張紙 那有冰哪 我剛拿的 對阿 那麼一年了 如果他是還沒開的 就沒關係 可是 我記得他已經開了 而且還吃過 湯子挖過 放下去 有嘴巴的口水混進去 我覺得 可能已經壞掉了 如果有口水沾到 就要趕快吃掉 我們一直沒有注意 怕吸收拉肚子 如果是沒有拆過 包裝的話 就沒 冰在冰箱裡 就沒關係 所以打開 就要趕快吃 冰這種東西就是 冰這種東西 你拿去北京 是絕對不會變熱的 絕對不會壞 你賣不掉 你賣不掉 賣得掉 而且很方便 不用放在冰箱裡保存 賣得掉 北極人也會想吃冰的吧 只是沒那麼好賣就是了 就算你在沙漠裡面賣火鍋 沙漠人也會想吃火鍋吧 我不知道 之前不是有一句話嗎 有一個理論 做生意的 就是說 非洲有兩個想法 非洲人都不穿鞋子 你知道嗎 有一個國家非洲人都不穿鞋子 你是賣鞋子的商人 做生意的 有兩個商人 一個就會去那邊 就會說 這邊賣鞋子一定賺不到錢 因為非洲人都不穿鞋子 鞋子要賣給誰 另外一個商人就會想說 來這邊真是好機會 這邊每個人都沒穿鞋子 如果我能夠把鞋子 賣給讓所有人都要買我的鞋子 那不是可以賣超多的鞋子出去 是不是 有兩種想法 就是一件事情有兩種看法 沒有說誰對誰錯 那你剛剛講那個北極的人 吃不吃冰 那個也沒有說一定的啦 說不定你在那邊開一個刷冰店 就很受歡迎 因為沒有人做這件事情 有果大家都很期待開刷冰店 因為大家都覺得沒有人要吃 反正沒有人去做這件事 說不定你一做了就 就很多人都會來跟你買 這種事情是沒有絕對的 沒有對或錯 只有 最後成功的人 倖存者偏差 這個叫倖存者偏差 只有你最後 大家只會記得 最後成功的人那個人說 啊我成功了 我在這邊就是賣了鞋子 賺很多錢 所以 可是你後面的人可以學他嗎 也沒有辦法學 因為他可能只是 剛好運氣也有可能 對不對 這種事都沒有絕對的 像爸爸那時候 拿爸爸的例子 爸爸那時候也是很多人說 做遊戲 做APP可以賺很多錢 那每個做遊戲 做APP都變成大富翁 也沒有啊 會留下來被大家記得的 就是只有成功的人 成功的人就會說話 他的故事就會被大家流傳 賈婆斯啊 然後底下的那個 Youtube的創辦人啊 什麼的 那種很厲害的 其他失敗的人 對不對 大家其實 大部分人都不會記得 但是 爸爸要跟你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做事情 不能只看結果 做事情 過程很重要 對不對 你只要 一直想要去追求 要開心 開心 還要你要一直 保持你去追求 你喜歡的那個事情 的熱情 你很喜歡 很喜歡一件事情 就算你不知道結果 會怎麼樣 你還是要努力的去做 如果你只是想要看好的結果 那你很容易就會想要怎麼樣 超捷徑 想要作弊 對不對 就像你打電動 如果你很喜歡打電動 誰很喜歡 對不對 如果你只看結果 一打開就過關 一打開就過關 中間都不用玩 這樣子 你想要這樣嗎 也不想要啊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一件事情的話 千萬不要只看結果 爸爸跟你講 對不對 你要享受那個過程 你只要對那個過程 做著這個事情的過程 是你很開心的 你很有興趣 你會一直想要去鑽研它 把它做得更好 你就可以 一直去做 就對了 結果 怎麼樣 不是說結果不重要 結果也很重要 你還是要過關 對不對 你還是想要努力讓事情變得更好 但是那是自然而然就會發生 只要你不要放棄 一直去做 一直去做 如果結果 直接就是出來了 那過程都不見了 好啊 現在你吃一個冰棒 你很喜歡吃這個冰 綠豆牛奶冰很好吃 好 打開了 吃的過程都不見了 你一打開就只剩個棒子 然後告訴你你已經吃到肚子 直接幫你裝到肚子裡了 你一打開一個我就吃 對你都不用咬了 就變魔術直接放到肚子裡 還是一打開一口就吃掉 這樣子就比較好嗎 對不對 所以結果很重要 結果很重要沒有說 但過程更重要 如果你超捷徑 直接讓你就是只有結果 如果你只看中結果 你很容易就會想要超捷徑 所以千萬不要只看結果 過程更重要 我幫你削剪一點 你不要太剪 太剪很容易斷 我不會切水果 但是我很會削鉛筆 我剛剛會有人削筆削長 也不要削太長 這削成很容易斷 這樣子 畫畫可能 如果畫樹苗的話 可以削長一點點 然後會用這樣側面去畫 會用這樣側面去壓 會比較 畫起來那個筆柱會比較 比較好 好看 會比你垂直的下筆好看 但是如果你寫字的話 就可以削三角形一點 這樣不要太剪 尤其是小朋友 學寫字的時候 不要太剪 我很會削鉛筆 但水果削不好 可是其實 我覺得我只是沒耐心 我覺得削水果很麻煩 可是想一想 削鉛筆也很麻煩 我去皮裡 有耐心把它削漂亮 這就是我講的 你喜歡一件事情 你喜歡 這是你的興趣 你就會有耐心 想要把它做好 不要只看結果 要不然你就會想要做 想要做 今天爸爸一直是為了你 不會他其實才這樣切 對啊 他也是為了我們 講好了 露出來了 下次可以用這個寫 對不對 看你的頭好像這樣 把你把頭修碎一點 把你把頭修碎一點 刷鉛筆很像在幫 鉛筆剪頭髮的感覺 呵呵呵 好 好 放進去 那媽媽的 其實是我的 被貼了媽媽的貼子 等一下你說好 我還有一個東西要清 喔 光芙芭爾要清 好久沒清了 裡面已經很多口渣 這其實是你的 其實是貼上媽媽的 沒關係啊 我們家 就是我們家的啊 因為媽媽比較常用 那有時候會帶出去用 先去學校用 那個先收好 我們家的就都可以用啊 那種紮紮屑屑屑就一起揪了 有嗎 那它已經掉出來 很多鬍子的碎片 複雜 有大顆的 有大顆的 集結在一團 哇 好大的掉下來 好像鼻屎 好像一個巨大鼻屎 其實蠻噁心的 遇到一個巨大兒屎 你有看過自己掉下來的兒屎屎 什麼意思 你自己感覺怎麼樣 噁什麼意思啊 自己都覺得髒 那你就不要再亂黏 你很久沒亂黏 沒有 自己覺得噁心覺得髒 你就不要 用紙包起來 衛生紙 或是拿這種紙都可以 我其實是不敢捏 隔著衛生紙也不敢嗎 隔著衛生紙又碰不到你的手 我怕它的鼻子太重了 然後把衛生紙有破啊 你把衛生紙對折在一起 變比較厚啊 可是如果我怕我捏太用力 然後它就 就會有那個顏色 然後就磨倒 你適當的力道 不要太用力啊 而且它本來在你的鼻子裡 跑出來的 就像你的便便 也是從你的屁股去跑出來 你自己不處理 你要別人幫你處理 別人不是覺得你更髒 我覺得我這個 爸爸這樣算跟你說教講道理 你覺得你現在願意聽嗎 我剛剛跟你講那些 因為我覺得 我知道你長大之後 一定慢慢會不願意聽 我趁你還願意聽的時候 多講一點 你覺得爸爸講這個道理嗎 這就是教你事情啊 教你人生的 爸爸體悟到的事情啊 尤其是你慢慢長大 你現在可能都還好 爸爸不要擔心你到國中之後 你可能就沒有耐心 這樣子聽我跟你講那麼多道理 你會這樣子嗎 還是你會一直聽我講 我會願意你講 一邊吃東西一邊聽也不錯 很輕鬆的感覺 不要用罵的 以後你飯怎麼處理 就把你拉來吃個乒乓 然後講道理 真的是 犯錯還可以吃個乒乓 講道理 好髒喔 可是我覺得你不會講 你不會講什麼 你不會講 這發霉了 我的光浮妝 其實你不 你即使 我即使你 發霉了 其實你真的被罵的時候 沒有心情了 你是不會讓我來吃蜜蜜講道理 對啊 被罵的時候沒有那個心情了 對不對 那個 氣氛就不是這樣 輕鬆的感覺 很好耶 我的光浮妝發霉了啦 謝謝把我拉去房間吧 然後那個是很不開心的 不會像這樣子 對不對 有些事情就是要氣氛好的時候 才能做 像吃冰就是 對不對 吃冰一邊很難過 很氣氛很差 很生氣的時候 他有辦法吃冰 哭都來不及了 對不對 哭都來不及了 你自己也 應該說你自己也沒心情吃吧 他自己也沒心 我被罵到一半 我還阿媽吃一口冰 被罵一罵罵到一半 你在罵的時候 我偷偷去拿冰來吃吃 這樣被罵更兇 對不對 你來吃冰棒耶 等一下阿 我丟這垃圾 垃圾好多喔 我就建議一定要丟 對阿 對阿 這是有故障 你收一下你的鉛筆盒 我來 這邊廁所太潮濕了 我放在這上面 有時候積水 所以 沒有乾 不然我到這邊發霉 不過應該也不影響使用啦 我都沒有在用這邊 我就用上面這邊 我們去來保養一下 發霉又不會長香菇 發霉就是小香菇的一種 發霉 誒?裡面還有嗎? 有 有聽到聲音 誒?開脫? 這是酒精 快沒了 這樣才夠用個月兩次 好啦 我就繼續到這邊了 等一下把這邊收一收 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快樂 關燈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掰掰